投資長尼的五購後同時也是 本週經濟日報選股的 創圍盤中大漲4% 還有普瑞KY盤中漲半根漲停板 重點是今天的標題寫說 從垃圾盤變垃圾盤 熱力試射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大戶回來了 連外資都回來了 就像我說 外資不得不買 求勞是買盤 不然不買會進入求勞裡面 外資今天居然大買377億 為什麼買這麼誇張 到底是什麼原因 還不就是一個通膨的數據資料 還有接下來通膨還會下滑嗎 今天的標股介紹就在今天節目裡面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LUNA 今天是11月14日 財務開盤14,080點 中場收在14,174點 漲167點 目前Faywatch12月升息兩碼的機率突破八成 使美元指數回落 加上中國宣布放寬防疫措施的消息 激勵中概股走高 因此每股四大指數全數收漲 再來看到台股大盤 今天也一路走高持續守在季線之上 該如何掌握產業輪動的節奏呢 後續盤勢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選股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本身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場場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哲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LUNA 各位大家好 大家好 投資長真的如你所料 你說美國CPI會見到7 果然公布出來是Lucky7 而且你也預料到台股會再漲700點 上週五大漲500點 加上今天一度漲200點 哇果然這兩天台股真的漲700點喔 是 而且最誇張的你知道什麼嗎 投資沒有 最誇張的世界 韓國股市跌 台灣股市照樣給我們面子漲700點 是 是不是 對啊 對不對 所以我都預告在前面嘛 這畫面給我 這不就是我之前講的什麼 皮球理論 皮球理論 越彈它越高 這個彈還不夠高 現在要彈更高一點 好 再來一次一次 哇他們對我真好 好 越彈越來越高 今天好像比較沒有彈力 對啊 是不是暗示你台灣股市 哇他又再給我一次了 我就好辛苦 我不要這樣子好像玩弄我們的那個同仁 謝謝大家 皮球理論 好 越壓它越會彈 好你說 你繼續說 是那今天很多股票都有好消息 投資長五夠厚 同時也是本週經濟日報選股的創為 盤中大漲4% 還有普瑞KY盤中漲半根漲停板 聯電也有2%的漲幅 重點是 台股大盤的量能回來了 台幣也持續升值 投資長怎麼看今天的行情呢 台幣也持續升值 很多人看怎麼看 台幣我要告訴你 接下來的行情 會比大家想像中來的更恐怖 怎麼樣恐怖 一發不可收拾 這麼恐怖 多恐怖 這麼恐怖 就是你的恐怖 好不好 來我慢慢來跟大家講多恐怖 你有看過機中大盤嗎 整個長 台幣你要是一個天分分意思啊 現在每個人都邀功 那最該邀功的不是哲哲嗎 對啊 同朋友你們底下留言好不好 真的底下留言好不好 歡迎留言 再一次我按加7起來 是哪個人說 見7台股噴出去 哪個人敢預告CPI見7 台股這一波不就展CPI見7嗎 為什麼 Lula是不是我說的 我說過很接近 我再給他前情提要快速一點點 為什麼說快速一點點 我說過 從10月以來去年10月CPI 是不是急速增加 是 基期一高嘛 因為我們要跟高基期比啊 基期一高 萬一通膨是跟去年同一時間比 所以基期一高 怎麼樣 基期一高 我不好意思 我通膨自然會下滑 就像我變單從 基牌從100漲到110 是10% 可是明年還是維持110 變0% 通膨慢慢變0% 因為維持100% 因為是看年增率嘛 是看年增率 因為我通膨維持110 所以你看他連增率這邊變高了 去年是變高 今年跟高基期比 變單變110了 跟高基期比怎麼樣 自動反而下來了 哪個分析師有正常我的邏輯 然後告訴你7 告訴你7以後還是會噴出去 通膨現在很多人跟您邀功 可是你知道真正天分的分析師是我 很多人邀功說 哇因為美元指數跌 因為台幣漲 同樣我不得不說 我不是要特別攻擊誰 所以我們要講是哪個分析師 這不是我個性 可是我要講這是實話還是廢話 美元指數跟台幣 這是果不是因 同樣這是果不是因 你們邏輯要對 好不好 我不需要講這些是是而非 比如台股佔善基線 你為什麼不做多呢 美元指數跌台幣漲有什麼不做多呢 同樣這叫做事後解盤 我要是預告 你要是預告的分析師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再看一次這個預告 是 你要搞清楚這些美元指數 或這些台幣一定是CPI 怎麼樣下滑 那CPI下滑不要打通膨了嘛 要不要升息 不用升息了 不用升息了 美國資金就 美國 美金就沒這麼甜了嘛 因為不要升息了 我放在美金幹嘛 對 美金就會下跌了 美元就會下跌了 台幣就會漲了 那資金當然回流到台灣了 就這麼簡單嘛 好來 我們最近近期看個重播 因為這一次實在 今年代表座之一 沒有 有啦很多啦 之一啦 就這個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那時候說過 在11月10號 來看清楚啊 來啊 你老師沒錯吧 等一下 不好意思喔 再一次 來來 你們來練一下題目 什麼 台股萬三失守 台股萬三失守 嘶嘶居然喊萬四 OK 這一天是10月19號嘛 對 快一個月前嘛 對不對 是 三萬多次的點閱率 喊我字幕板在四萬多次的齁 你看喔 我喊喔 來 一個月要兩個月 我直接跟大家講的 來 像今天幾號 就一個月內 我認為一個月內就會三萬四 甚至比你強中快 甚至比你強中快 因為11月10號就公佈了嘛 是 就公佈CPI了嘛 之前就會反應了 甚至更快 快點是11月10號 你看我講11月10號 CPI是不是11月10號公佈了 然後隔天是不是噴出去了 那你看喔 而且之前就會反應囉 Luna有沒有之前反應 有 幾紅K啊 2 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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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早就反應了CPI了 我說華爾街也會有像哲哲一樣聰明的 只是哲哲 更強的是我直接 他們是壓寶 可能 不論CPI公佈與否 可能至少會漲一段 或者先行漲 我直接告訴你是7 只要7 就噴出去了 所以這是第一個預告沒錯吧 對 11月10號之前 賭什麼 賭雞排 投資票 11月18號之前 我說一個月內會三萬四 賭雞排 我是跟你講時間地點 嘿 我是跟你講時間點位耶 不是說我賭萬四 我賭萬五 我賭萬六 什麼時候到誰管你啊 Luna你聽得懂嗎 對啊 我跟別人不一樣 我承受不一樣壓力 而且賭一千份 我賭十大錢 你有沒有發給你 你都知道耶 只有我分析師 我才有這個魄力啊 同朋友 因為你要搞清楚 從CPI你要知道 你要看哪一位分析師 很多人也跟你講CPI不重要 或者不講 可是你會發現到 台股最重要的是CPI通膨耶 今年不就這樣子嗎 漲最多的 漲最快的不就這一次嗎 嗯 那你也知道 原來以前跌都 因為CPI不如預期嘛 是 那現在CPI好了 就噴出去 所以邏輯很重要 你要先認同我的邏輯 你差股票你才能賺錢 如果你要覺得 我跟其他老師差不多 那你不要參加我行列 你真的是有點 瞧不起我 我不知道其他老師有沒有準 或不準 可是這一波我敢跟大聲講 應該只有我 一直跟你講正確的事情 CPI的事情 同膨的事情 決定今年最重要 而且是11月10號 是今年最重要的事 你不相信嗎 我說今年最重要喔 再看一次喔 對 因為11月10號是禮拜 是晚上嘛 我們直接聽那個錄音 我說我生日對某些人來說 可能很重要 最粉絲很重要 好不好 偶爾請助理一下 時間要往前挪一點 比如說10分35秒 我不知道怎麼助理 每天他都會 都會 就是要提前 比如說10分35秒 播應該要10分 假設33秒 會比較好 好沒關係 這扯遠了 有人說扯扯 你都在節目上 那個練特助 沒辦法 我扯遠了 我甚至對某些人來說 對我可能很重要 對粉絲很重要 我說這個不是 生日來說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不對 對 不是更重要的是今天晚上 今晚通膨漸漸漸 怎麼樣 先看標題 好 今晚通膨漸漸漸全面噴出 台股直接上萬4 哇賽 我說直接 果然當天就上萬4了 13500點 上萬4欸 選擇權直接10倍 3 2 1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來 很重要 對粉絲很重要 可是如果是今年台股最重要的日子 絕對不是這個事情 而是今天要公佈CPI CPI多少 CPI只要見到7.9 7.8 整個認為是有機會到7.8 7.9 以下喔 接到7 台股要噴出去 今天就是最重要的這幾句話 結束了 可以不用看了 是不是 還是得看一下好不好 你看我很老實啦 那天在錄影大概 一分鐘而已喔 一分鐘有沒有看到 一分鐘47秒 我就告訴你實話 所以有時候 你會覺得整首好像重複 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 一直repeat 啊因為最重要的重點就是這些 我可以跟你講 我KT指標 環境交叉 KT指標 背禮都可以 我當然不是這樣說的老師 這不是 因為每個人每個 你用KT去看也可以 你用美元指數看也可以 可是最重要的果是誰 最重要的因啊 因啊 原因是誰 你才知道接下來是果 你懂 你可以做一些輔助 可是誰最先看到這些東西 誰領先看到這一切 你要搞清楚 誰才是真正的王者 才是真正的不一樣的分析師 為什麼這麼多粉絲 為什麼也是半演講的那麼多 對啊 都千人以上 為什麼 為什麼我是全台灣最多人的 最多粉絲的 因為很多人知道 不只看到的是我妹妹 是說我看到 別人所看不到未來 好我一直要跟大家講這件事 所以其實從這一次來告訴你 這邊長下去 那台股這邊長喔 我要跟大家講 雖然漲 我先跟大家講萬事不回頭 可是如果稍微回答一點點 你也不要覺得奇怪 重點是這個缺口 我覺得短期內 至少一萬三千五百點 我覺得不會跌破了 這個缺口我覺得也不太會恢補 一萬三千五百點不會跌破了 好 一萬兩千六百點 我覺得不太可能 不可能啦 我基本上我覺得不可能啦 可是我不能說百成是百 12629 對 就是這半年來甚至一年來的低點喔 未來喔 是 記起來喔 記起來喔 12629 好那為什麼說明天 明天會漲或弱 我覺得 你要看一個隱憂 你看今天晚上的夜盤 為什麼喔 聽清楚喔 雖然我是一個大多頭 可是我不是每天跟你喊多 先看清楚喔 第一個 就選擇權來看的話 今天漲多少點 今天漲167點 喔喔喔 說錯我不是選擇權 大盤漲167點 期貨漲多少點 73點 逆價差多少 逆價差差不多快50點嘛 對不對 差不多47點嘛對不對 對不對 47點嘛對不對 對 好逆價差差不多47點 有沒有47點 可是什麼時候要結算 後天就要結算 對 你印象上不應該這麼大 所以今天台紫期夜盤 你少說至少要漲40點 不然明天台股會震盪 偏震盪然後偏弱 就是小黑K 居多 可是你看台幣漲還跌 台幣是漲 碗跌是漲 為什麼 因為我說過了 外資求勞是買盤 有人說 哲哲我看一些財經節目 也說 外資要向求勞買 這絕對是我的梗 我先用 OK那 整個用非常多的梗 後來大家都很多人都會用 比如說求勞士買盤 火山市噴出 火山市噴出 報復性反彈 我覺得可能是我用 也可能變先用 這我不知道時間點 可是火山市噴出絕對是我用的 對 然後求勞士買盤 結算見轉折 結算見轉折 這也都是我發明的台詞 是 我只差沒有升起專利而已 比如說一個台股兩個世界 台股得了不會跌的病 有一陣子是這樣子 這都是我的想的台詞 包含今天的台股 從垃圾盤變垃圾盤 垃圾盤可能是玩偶的想法 可是垃圾盤這什麼垃圾 是熱力四射 你懂不懂 熱力四射 熱力四射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表題嗎 可能沒看到 有 可是不懂什麼是熱力四射 資金行情熱力四射 行情來了啊 你們你看喔 你們也可以濕透話 就像講 濕透話要講 哇 美元指數跌台幣漲了 哇 現在台幣 台股有量了 價 什麼 量先價行怎麼樣 有量 底部 他跟你講 哇 底部打底完成 這邊爆量我要買進 我通通都可以 畫F什麼說法都可以 可是重點是你有沒有買進 分析師叫你買進 其他分析師叫我買進 你有沒有買進 你聽懂嗎 所以我可是我告訴你 這一事情是 重點是資金行情回來的 他現在垃圾盤 是熱力四射 垃圾盤叫做垃圾嘛 垃圾的意思是垃圾嘛 他是從垃圾盤變垃圾盤 而且 我要跟你講喔 11月15號是重要轉折 來來 所以我要先跟大家講 但還有一個轉折 但是轉折是比較偏長期的 來 要持股公告 魏哲家有沒有買台積電 近千張啊 當然我不知道現在也沒有 可是至少15號才能公告 至少買 看賣500到1000張 因為他之前不是 這個魏哲家總裁 台積電總裁 魏哲家有直壓1600張 很多人說要動向多少 我會研究心理學 我看他個性其實跟我蠻像的 就是蠻堅毅不拔 也蠻固執的 姊姊也蠻固執的 就像我姊姊一樣 我要證明我是對的 不然來賭雞排啊 是不是 是不是 我怕什麼 我賭就好了 你不用付錢 是不是 什麼時間上萬事 我要講清楚 你們可能覺得很簡單 你去找所有一個分析師 願意跟你講賭時間 然後賭地點 點位 然後跟你講一千份雞排 拿著他面子來賭 然後什麼時候會上萬事 就什麼時候會再攢一千點 全台灣不會有一位分析師 跟你講這些東西 全台灣不會有一位分析師 跟你講這些東西 這就是我人力之所在 為什麼 因為那個壓力太大了 沒有一般人可以承受得起啊 對啊 你這個時間 你知道全世界最難玩的是 期貨還是股票 不是選擇權 因為它有時間價值 你懂不懂 我看對點數了 上萬五了 可是不好意思 我沒在這個月得到上萬五 歸零 你懂嗎 所以這很難 這很難 所以我要跟你講 這個行情接下來 它會噴出去 一萬三千五百點就低膽 會不會再回測 我還回測下去 又跌破幾千 I don't care 重點是美國CPI會下滑 我再剪一次 美國CPI會持續下滑 我再剪最後一次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張圖表嗎 再看一次 清楚喔 激期越來越高嗎 這 九月跟十月比 是不是十月急速上升 是 所以今年CPI 才急速下滑 因為要跟十月比嘛 激期越來越高嘛 對 因為我便當已經固定這麼貴了 結果去年十月便當在漲價 你知道嗎 我的意思是說 這一段時間是激期急速增加的 越是激期急速增加 沾越快的情況之下 股票 CPI越容易下滑 因為激期很高嘛 CPI越容易下滑 你聽得懂嗎 CPI越容易下滑 所以下個月份CPI會下滑 你知道嗎 克魯曼啊 諾貝爾經濟學家 克魯曼直接講啊 他現在感覺通膨是去年的通膨 不是今年通膨 是不是跟我講的一樣 嗯 Fed的通膨都比較慢 有意義嗎 所以你要找這樣的邏輯分析師啊 是不是 啊 你看我的看法都不謀而合 那就是一樣啊 很多人那時候笑我聯電啊 投資廟 聯電怎麼樣 聯電你自己看一件事情 聯電有沒有噴出去 投資廟有沒有噴出去的 你如果因為最近很多人 套勞聯電都在救我 我只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你60塊的時候 60塊的確有推薦過聯電 那你40塊以下的聯電 你也用力買 其實投資廟你很多你現在開始要解套 甚至要賺錢的 嗯 很恐怖欸 如果你45塊就可以解套聯電的 同意沒有 你要想一件事情喔 60塊以下的聯電 怎麼樣 老天爺送的禮物 我說60元以上的聯電 是你至少賺了三成到四成 是 那時候60元以下的聯電 是老天爺送給你 我現在還是啊 你自己不理我 然後我說50元以下的聯電 我忘記什麼東西 我那時候想很多台詞啊 對 我忘記 然後那時候我最經典的 網友都會解我圖 我說40元以下的聯電 我說你們不要再虐待我啊 我要想新台詞 很痛苦 反正就是要買嘛 所以我們說對 有 你們看哲哲看很短欸 真的要比賽時間波 我還是告訴你這些東西啊 就像台灣50 一樣都是一樣 好不好 我也少講台灣50 反正我就跟你講 等到我賺到一定的時候 我捐出錢 你就知道我賺了多少 我到時候我捐出 我捐100萬就代表我捐 賺1000萬嘛 就這麼簡單嘛 捐200萬代表我賺2000萬 就這麼簡單 我現在都不要講任何東西啊 因為 有些同業都會嫉妒我 然後都會亂檢舉 可是 我還是合法的 不好意思 只是我不想造成 從業人 我不想造成那個 承辦人員的困擾 這還是有家教的 這跟大家講 是這個原因啊 這個沒有用啊 因為就算 不講 不講 我不想造成人家困擾 不講台灣50 我還是有那種雞排 我還是可以告訴你這件事情 只要我的預測能力在 我還是可以不斷的創造話題 你會發現到 這真的比很多華爾街分析師 來的厲害許多 同朋友 我還要再講一件事 13500點這個缺口 他不會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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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 就算回補了 他就在13500點這邊打底 你聽懂嗎 12629點 我非常的確定 基本上他就是底部了 好不好 我要跟大家講 我不會說100% 可是我也可以說 我基本上我就是非常確定了 好不好 是 一樣連電該買又買 好 那一樣這些股票都是一樣 我也講這些股票 來看一下 這個AB5仔版是不是今天會漲 那AB5仔版是不是會漲 藍電拉上去就殺了來 因為信息很多單衝的在做嘛 是不是 那畫面給我 來 這原本3 原本是做3 3037的信息快賺三成了 是 我們現在討論到底要賺三層走 還賺四層走 還賺五層走 因為現在行情跟之前不太一樣 嗯 之前是最多大概賺兩層 五到三層走掉 是 那現在我都盡量看 能不能更多一點 可是也不能像以前一樣 因為友達以前我賺100% 網友很好玩喔 就友達賺100% 後來跌下去的時候 哇網友 友達賺20% 30% 4%都算我的 之前賺100%都不算我的 就跟成龍一樣啊 那你聽懂嗎 60塊到200塊這段時間 我是一路做多耶 是 欸60塊到 欸不要說60塊 對不起我要更正數啊 20塊到200塊的時間 20塊到200塊的時間 我那時候經濟日報 剪圖都可以給你看 那我前日子 你有沒有驗證 我說我不要再看壞 什麼 我不要看壞什麼股 不要 不要再看壞貨櫃 貨櫃 航運股 貨櫃三雄 我也買了 我最近也買 我暗示你 民視你的 三立你 中視你的 台視你 喔不是 是暗示你 跟民視也沒關係 喔 喔好不好 告訴你 這邊還有糕點 也不是糕點電視台 好不好 是真的有糕點 也不是蛋糕的糕點 只是你要講什麼 我要講冷笑話 還是補習班 喔 這個補習班 台北市比較有名的補習班 是 好 這個我要跟大家講 我這些我都講得很清楚了 嗯 有沒有 你想想看你要怎樣的分析師 為什麼我說你想想看你要怎樣的分析師 因為我要想想的重點是 來 今天 今天這些股票 我都預告在前面了 我要一直講一件事情 你看我不論我播這些重播也好 去想一件事情喔 如果你看到全台灣真的有分析師 CPI每天一直跟你講 然後真的也預估7以下 你參加他行列 你不一定要參加我行列 如果全台灣就只有我郭總講 那也真的是 今年最重要的事件 經濟日報 禮拜五 禮拜五跟公開時報 禮拜五都用這個做頭版 現在很多人在講這些東西 你知道原來最重要的轉折是這個 然後哲哲也講到前面了 哲哲跟別人一眾不同 你為什麼不參考行列 是 你是不是知道我在講一件事 我今年受了很多屈辱 因為很多網友 很多網友虐待我 批評我 可是我就等這一刻 揚眉吐氣 我現在可以大聲的告訴你 現在多空頭改變 那是確定的 之前你說有沒有安慰劑的成分在 我不知道 或許有 可是我現在要很認真的 告訴你這件事情 怎麼樣 這個球我為什麼剛才沒有彈起來 因為 怎麼樣 皮球理論 越彈怎麼樣 越大力 是 現在台股是蓄勢待發 你不然你什麼時候看過 台灣股市比韓國股市強很多 不就是皮球理論嗎 台灣股市今天漲1.19% 有沒有看到 韓國股市今天是跌還漲 今天跌 跌 日本跌 剛才這樣 皮球理論 不就說補漲行情嗎 所以我那時候壓1萬4 你以為我嘖嘖 隨便亂賭的 早就都算好 你也漲700點隨便亂好 那請你再告訴我 這兩天 漲到了多少點 漲了700點 漲了700點 朋友們沒有 你要這樣的分析室 那我們再看一下 長龍也是一樣 然後欣欣的再講一次 緊碩我也有 朋友們沒有 緊碩怎麼有 因為五夠厚都有 我只對五夠厚 我只對粉絲五夠厚 我對會員沒有五夠厚 可以這樣子嗎 是不是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股票都是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來 欣欣有沒有 獲利怎麼樣 超過25% 持股獲利續爆 我都預告在前 我有沒有股票都告訴你 是不是 那有些股票 最近 好久沒有去碰它了 可是我不是每天都講漲停 我不是這種人 我正面思考 只求對決的 像瞬驚敦 敦泰 都是我最近 一直都買在高點 沒有關係 我也說沒關係 至少我覺得 該解釋也要解釋 好不好 我覺得該解釋其實 敦泰其實它在打 打庫存 庫存疊價損失 那其實就像面板一樣 之前 在虧錢的情況之下 訪得怎麼樣 確定底部 你說明天有沒有機會打開 我覺得明天是 蠻有機會打開的 我覺得明天是蠻有機會打開 因為今天有3600張的量 那鎖跌停6000多張 是不是 你照理說你明天的 如果帶一個跌停 你明天應該會至少五六千張 那你知道跌停沒有再增加 怎麼不會打開 那好打開以後呢 67.5嘛 對不對 對 對不對 你看一下大概多少 就 就是差不多7塊錢嘛 所以這個打底 打到60塊錢 等一下看一下這邊 60塊錢這邊 這邊是60塊 這一條線是60塊 那比這邊還是得來的嗎 再高一點 高一點點嘛 所以你就不必擔心 好不好 我要跟大家講 可是你說阿哲哲 那我要不要逢低買 你記不記得我那時候跟大家講 我說其實我很多股票講很久 比如說像 像友達像聯電 我說我寧願你買聯電 有沒有 股票還是有高低之分 哪個是最穩的 你聽懂我意思嗎 是 你聽懂我在說什麼嗎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有比敦泰更好的 就是你有敦泰的投資票 你不必那麼絕望 可是你 你沒有敦泰的投資票 你不必這邊要撈 給別人撈就好了 你聽懂嗎 這是我要跟大家講的邏輯 所以我不會自相掌的 雖然好像反复大家覺得敦泰 全部都是我的股票 沒關係 我覺得好像是說 哲哲你盡情又看好 什麼 應該是說因為敦泰 有講一陣子 之前講一陣子 沒關係我們都持續追蹤 因為我覺得是面板系列的 我的個性是這樣子 來 那我不會突然天天給你變展停 我魔術師 Magician 我們跟大家講 Magic 變展停 一根兩根三根三根四根 不需要 我一直跟大家講 這一波很多股票漲 所以漲停 都建立在CPI 在台關股是漲700點 只是符合我的運行 外資會在買 外資會在買 台幣已經 台幣 因為台幣升值 台幣升值 只是一個果 或者是原因 他原因也是中途的原因 不是一開始的原因 因為這件事 是因為CPI下滑 升息次數減少 美元不香 所以台幣相對比較香 記得這些事情 可是因為台幣比較香 所以資金會再回流 所以求老是買盤 還會再進駐 求老是買盤 還會再進駐 因為你不買 怎麼樣 就進入到求老裡面 當然 我會跟大家 就算大家引用我 誰引用我 媒體引用我 其實我都不在乎 我一直跟大家講 因為 代表大家都會看我節目 我覺得很好 我沒有要批評誰 我一直跟大家講 或者說今天美元指數 我也沒有要批評誰 只是 有網友在福利市場站 留言說誰的看法 誰的看法 我一定要以正視聽 可是你會看到 我不會去特別針對 某一個問題 因為第一名的分析師 不需要特別針對誰 或不是誰 這不是我要的 我也沒有說什麼 KD一定不好 或什麼技術分析 一定不好 沒有 各有各的法寶 只是最重要的邏輯是什麼 很重要 你記得一件事情嗎 對 這我跟大 6104的創委也是一樣 來 在這邊有機會 慢慢的 慢慢的噴出噴出 好不好 6104的創委 來 是 5夠後也是 經濟日報的選組 是 這是製作經濟日報 我選的四檔股票 看一下喔 選六檔股票 謝謝你喔 來 你看 M31跟寶瑞 今天比較弱一點點啦 好不好 可是澤澤也沒關係 為什麼我說沒關係 M31 今天沒有漲 我覺得 IC設計還是有機會 好不好 我們把一個個來講 M31 寶瑞 6643 3 6472 最近都剛好沒有冠軍 我覺得這禮拜應該 我會冠軍喔 因為運氣通常不會 摔那麼久 畢竟澤澤還是選五冠軍 紀錄保持者 我是講實在話啦 就像行情不好 你看 台股皮球理論不是一樣嗎 哇說行情不好 哇跌那麼慘 跌那麼慘 一直跌一直跌 你看喔 報復性反彈 而且一直紅K 有沒有看到 是 所以同票 明天台股會不會續漲 很重要喔 今天台子期喔 如果 沒有漲40點以上 那明天台股就會偏弱一點點 好不好 記著一件事 這是廢話 沒有喔 至少我是講40點啦 我不是跟你講說 只要台子期漲 台股就會漲 你聽懂嗎 你要記得這不是廢話 就像我之前跟他講說 明天不是大漲就大跌 然後有網友叮我 說澤澤林邏輯死掉了 然後說因為這個股票不是漲就跌 不是漲或跌 跟不是大漲或大跌 邏輯是不是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欸 不是大漲或大跌 我會把他捨去小漲小跌的選項 你聽得懂嗎 所以明天台子期至少要漲40點 又說今天晚上的夜盤 凌晨4、5點收的夜盤 記得我講邏輯喔 很重要 你會參加我會演 大部分都是邏輯很好的 喜歡聽我這樣邏輯分析的人 好不好 我一直跟他邏輯很重要 所以從垃圾盤到垃圾盤 勒利四色 很多股票噴出去 一樣資源也是一樣 IC社就是M31也是一樣 M31這些股票 今天日報股票 好不好我們比較快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喔 今天日報股票來 還有寶瑞6、4、7、2 寶瑞有沒有看到 這線型很漂亮也是在拉尾盤啊 還有創尾也是5夠厚的股票 你看得出來5夠厚要拉囉 你看得出來大戶也要拉創尾喔 5351預算 你不要覺得沒有在拉喔 Type C概念族群 我認為會非常強喔 3588通家 通通吃啦 通家有沒有看到 再一根就可以 再一根就拉起來了 還有4966普瑞 普瑞KY 普瑞KY 有沒有看到 拉底部拉 尾盤都在拉 你看普瑞KY在一根是不是很漂亮 是不是 是 有人在拉IC設計的股票 我不要說我沒說喔 殘龍我也進產了 也許說連電了 我其實更不用講 那很多股票都很強 所以投資朋友 你想想看你要這樣分析室 想想想今天很多股票還是很強 你不要覺得只有垃圾盤 它是垃圾盤 是熱力四色盤 好多行情噴出去 通朋友 拜託你各位 你要參加也好 不參加我也好 你去想一下哪一位分析師 直接跟你講說會上萬事 直接敢給你賭時間地點點位的 你在想看你要找誰嗎 展停板天天 任何人都可以表演 任何一個分析師都可以表演 只要願意買 買得夠多 買得夠狠 有沒有 我們要批評誰 可是這一次 好不容易要還我哲哲 怎麼樣 清白把它公道吧 公道 我研究這麼久了 總體經濟重不重要 很重要 有些人說不重要 可是重不重要 我們要批評誰 可是重不重要 其實那是很重要的一個威力 當然可以用很多的輔助 可以用很多的技術分析輔助 我都認同 可是最原始的答案是誰 最原始的原因是誰 你要怎麼樣的分析師啊 你要怎麼樣的分析師 我們要特別去批評誰 可是你覺得哲哲是不是獨一無二的 你覺得是不是 如果是 你為什麼不參加我會員 你覺得參加我會員會費會很貴嗎 最第一名的分析師 你要怎麼樣的分析師 我不敢說我每一次都第一名 可是當我對起來 是狠狠要賺他一筆 這就是我跟別人不同的地方 想清楚了 我還有更多股票 更多的標股要噴出去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來賺大錢 真的希望你 比如說像雲炭那時候也是賺兩次三成 現在還在續報還在看好 很多股票我也要賺他一筆 好好賺他一筆 去想想看 如果台股底部確定 然後萬事也不回頭 最慘的情況下 頂多你說 稍微回測缺口 可是不會整個回補 回測缺口 13500點 這邊還是會有手 那最慘的情況之下 可是還是台股會持續向上 你要不要趁這個時候 買進了 想清楚想明白 歡迎來這邊下行 080-06-8085 也預祝各位能夠 賺大錢 謝謝各位 歡迎幫我們影片留言按讚 想要知道更多台股操作技巧嗎 可以撥到我們專線 0800-06-8085 0800-06-8085 我們等你喔 外資買商 377億啊 喔 很多耶 是不是球老師買盤 是 一切一切預告前面 好 電話就報給他們聽 好 那歡迎播到我們專線 0800-06-8085 0800-06-8085 我們等你喔 掰掰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 小組 S178 Terra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rra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通通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來